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16日 可是今天最后一场独播点击节目 又有很多好的文章,原本准备休息了 但是看到这些文章有感而发 如果不讲,明天就忘了 一个是什么关于这个 人们都在热议的 也就是赵安吉,大声之死 现在看着这个消息是权威的,是警方的 德州市布兰科警警长办公室 16号发了声明了,也就2月10号 这个人是怎么死的呢 是在自己家一个私人牧场中发现 救援人员接到电话,不论谁打了电话 现在还没确定 到现场从牧场内的池塘打捞出赵安吉 这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小事 背景很深啊 因为什么你想 他自己家的池塘 比这个驾驶的技术再差 还能进水塘里面去开车 但是匪夷所思 你想能这么成功的人士 就算和中共攻对,也不是一般的头脑 对不对 如此精明的女人 家里这么样的背景 接触那么多的人 经历那么充沛 又是英年 对不对 又聪明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所以这就问题来了 他这里讲说 该均急救中心表示 没有迹象表明 该辆汽车最终是如何进入池塘 就看监控就行了 是吧 像这样人家庭里面能有监控吗 那就清清楚楚的 怎么不会 怎么没有证据 迹象可能是不便公布 是不是 因为美国就是这样 有些事 可能要走法律程序 这个咱不太清楚 咱们看了这篇文章是万维网刚刚发的 意思是什么呢 吊入池塘原因不明 这就配合一点像王剑之死 是吧 你看王剑那么成功的人 又年轻 怎么可能自己爬到城墙顶上去 爬到墙顶上去 给自己拍照片 你觉得正常吗 不正常 对不对 突飞在这之前服用迷回药 是不是 其实那个现在咱们回想 就是孟宏伟应该知道 对不对 孟宏伟为什么后来被抓 那就是这个事 他处理了 怕他讲出去 是吧 就把他抓进去 人要关到死 不是财产权抢过 而什么呢 秘密全消失 是不是 你从梦就搞出这种些民法 这是他的政权即将 崩盘之前的乱象自已 那么他这个 我看一下刚才这个文章的内容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自杀 为什么要自杀 因为这里睡到很多秘密 你看那个赵小兰和王岐山 两个弟弟姑弟弟姑 讲啥东西 有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想叫人知 那就可能有官方的意识加压力 至此啊 女的永久也想不开了 就想这个反正也是死 插上不一路 是吧 否则怎么好 怎么能放弃如此美好的生活 那这是名利送手 呼风唤雨 是不是啊 你看媒体报道 最漂亮的 最温柔的 最富有的 最显恶的家族 都不舍得离开这个 这个幸福的人生 是不是啊 那就一定有压力 相当大的压力 那好多个人都不是这样吗 就突然间诡异的 就跳楼了 自杀了啊 应该是超强的 心事压力 或者这种人都是为了 保家庭 保杀人 知的秘密太多了 你当时觉得 这个是好事 知道这个体现了 这个组织上的信任 到最后成了一个灾难了 有些人鬼惦记着害怕呀 是不是啊 就像你知道一个人杀人了 你说你觉得 你是知道小段消息 那对他来讲 那吓死了 每天都在心想 再给你灭了 否则你讲出去 根本不完了嘛 是吧 所以这个自杀 不能排除可能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顺理成章了 自己到车里去 像这种人 不可能一个人开车 一定住手 他不应两几个住手了 对不对 可能你想自己开都不行 对不对 那除非说是会情人 是吧 到时候叫外界看得不好 是吧 这个男朋友在等着呢 把床都铺好了 那可能有可能自己出发 是吧 好像不太像 在自家这里呢 还在自家后院 就院子里面 倒到这个池塘上去了 这一定是有 就我这么猜测 有自杀的嫌疑 第二 他傻 也就是说呢 床下这个货 同样的是吧 那么在中共即将 崩盘的时候呢 是不是人就想给你灭了 或者是家族内部 关于财产的纠纷 或者这是可能性啊 这不是我有事实 我是自己下财啊 不一定是这样 一般来讲啊 你看有很多家庭 老板 董事长 死是因为争夺财产 很复杂 因为什么呢 人呢 往往为了这么几件事 可以就是做出 这个非灵性的举动 一个是为了情 扎人的 是吧 爱的昏天黑地 记录自己的情敌 傻 再就是为了钱 多吃多吃 再就是为了权 不外乎这几个吧 情满足是性欲 这个权满足是什么 是这个统治欲 是不是啊 才是为满足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实欲 笼统讲也是实欲 是吧 我吃多战嘛 所以容易容易走偏啊 等等等等 我认为这种两种可能 不能排除啊 因为什么你想 他这个家族 可不是一般的家族啊 你想他为什么能 发家致富 生意做得那么大 是不是啊 你看那个身份好几个 所以说有这种可能性 这是一篇文章 那当然了 将来我们在后续再看 因为咱们依据是信息 而不是在这下菜 你看 长得如此的漂亮 这真是 这个 这个 这个不然等一点啊 倒不能说是 香消易水呢 这个倒不能 因为他毕竟是 虚量半老了 是吧 但是你这看着 属于红眼 是吧 真是 露出灿烂的笑容啊 但是也是 人生最后的影响 是吧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个秘密 但我认为 好在人死 灵魂是不灭的 你看这个 卓上人不就是 我看那个电视讲的 这是石鹿啊 那看出所长讲的啊 就这个卓上人被 处决以后啊 竟然他的御友们 这些人都是等待 判死刑的啊 这是哪一天而已啊 说卓上人 这个墙壁了以后 这个当天晚上 这个御友们半夜 突然间惊醒了 看到卓上人回来了 回来干嘛呢 还拿自己这个箱子 他是一个 他那个箱子不是更衣箱 我们都是一个人一个更衣箱的 小小铁棍啊 钥子在你手里 碗件有一把 他是什么 他是在那个一个 个板上 有个塑料盒 把你自己东西撞在里边 这卓上人回来 伸手把那盒搬下来的 他锁自己的东西 然后他要找这个管理员 那就预警了 说都是糊灵活血 每人都看到了 吓坏了 这证明这个 卓上人啊 倒不是说有冤情啊 这个现在看来 你说他这个冤不是啊 等下一场 我给你们下期讲一讲 我判断还是有一点 小小的感到冤 那是什么原因 等下一场 给你讲一讲 我可能台湾的 那些朋友没看明白 他们有大陆生活的经验 就我有 我很了解 卓上人在最后那时刻的想法 所以他那个灵魂回来 回来和他们的囚徒御 我们的道别 最后的道别 因为他抢鼻子鞋 那不是他高喊 中华民国万岁 我是冤枉的 啵啵枪响了 挺有意思 还穿着就是 投奔自由的时候 那件衣服 那封衣 明黄色封衣 那我给你们分一下 分一下 咱们讲这个 赵小兰的妹妹 就讲到这个程度了 等到下一场 或许有新消息再谈一谈 另外 这就是关于杨红军 杨红军今天 我看到很多人发表文章 有一个加拿大 有一个律师助理 叫冯志强 发表一篇文章 谈到 老冯我见过 我09年来 10年 他挺热情的 我见他一次 因为我们俩一块参加一个节目 结束以后 我就请教他法律问题 我俩聊一次天 等有机会 我可以请请他 上次他 他请我喝咖啡 我这个人是个懒人 你想这么多年没联系了 我看他写一篇文章讲的 我认为他分析是对的 就关于杨红军 他说杨红军这个事 案子有两个字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量刑扫监 这确实 就这么一个文子欲判死刑 这样 缓期两年执行 吓死了 以前哪有的 莫大人命有 莫大人命动就上墙了 就从改革开放以来 一起 这是一个 第二他就是强调 官方强调的澳大利亚社 确实是这样 澳机 成了他的澳机 然后他分析 他也认为 这个民主小贩 就是这个杨红军 应该是中共派遣到 国际的特殊任务的人 我也认为 他是国安局的特务 就是放出来 就是来这个 做事的 但是上一场讲 我就不从事 他做事是站在 胡温那个年代 你看胡锦涛那个年代 大家不要忘了 有一个文章叫什么 民主是个好东西 你就想想 那已经和他 这是顺利成长 就是杨红军 他出来 实际上他代表的 共产党内当中的 一个改革派 温和派 想往前走 但是又 底气不足 羞辱达达 阻力重重 让他开辟到 海外的 一个大宣传 你说的忽悠也行 其实我认为 他执行任务 看来他也认同 就讲到 他的三部小说的个点 还有呢 他的加入了 这个澳机以后 活跃的 突然在一些公开的场合 等等 那冯志强也认为呢 他是一个牺牲品 权度的牺牲品 我认为是这样 因为什么 那个时候正好 统战部长是这个 令计划嘛 对不对 他属于胡温这个线上 他也因为他立功了 你看他在海外 我发现 正常找一些艺人士 找些什么座谈会啊 这是我猜测 有没有可能中共给他的钱 就这笔钱你就是来 这个找一些有名的人 缓解他 统战他 然后呢 这个做做工作 也要把他们情况汇报给有关 我估计可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么相应的 他可能也利用这笔钱 自己也赚了一些 因为他 比如上面给十万 他不可能十万都给底线的人 对不对 都是这样 好多这个代理人都这样 来以后 他请你吃个什么饭 上面统一部是来的 是吧 他回去把你情况汇报了 就等于给你卖了 是吧 他赚一笔 有不少这样 两半忽悠了 我现在回想回想 我这几十年 没少接触这种人 我跟你讲吧 也有的时候 也就是警惕性不够 是吧 傻乎乎的 是吧 因为你来到海外 就很寂寞 对不对 你的经济条件 也不很好 一忽悠 你就基本上就差不多 是要进全套了 是吧 那当然了 这个还没图个底线 你只要不去给他做事 不加入他的组织 他也没招 对不对 你看我要讲的是吗 他 我猜测 他是有可能 就像这个 冯先生讲的 有可能是全套的一个 这个牺牲品 这就解读了什么呢 好几个身份 你看他是美国 大西洋理事会的理事 还能回去卖名牌产品 对不对 我记得有个台湾的一个 也是挺知名人士 老先生跟我讲 他说 他就和杨恒军那段联系 他连杨军在那个博尔克上 接了个什么博尔克部落 他给他赞助 你看在这里给他赞助 他能收到 他在国内还能搞这些东西 那确实是 这证明是有关不容 是给他给一个小空间 是不是 只是后来在权斗当中 习近平占了上方 习近平自然叫打击共军团队 自然他就是首当其从的 占头牌 我认为他应该是这样 大概率就是冯先生的观点 都有差不多少 我认为他有可能 他是一个就是 从中共双层权力都能 最后抛弃这么一个角色 那习近平为什么 为什么把他判得重 就是警示其他 你看习近平不都是这样吗 你看吴小龚 小建华为什么判那么重 财产全抢光 人要关到死 那就是因为他江派 胡派的 对不对 我现在培养是我自己的底细 是吧 那李强为什么保了这个马云 那不就是有了自媒体披露吗 是李强掩埋了马云的内部股票 是利益共同体 再将李强当了这个总理了 他想挺挺经济 而挺挺经济 肯定要挺民营气 他在劝劝他大哥 别人讲话 他大哥不听 他讲 习近平都是要给点面子 是吧 他肯定想大哥 你既然让我负责经济 就挺民营气再别整 整了就完了 再整不完了吗 那习近平肯定就装 那好吧 他总得给下人一个小灿烂 是吧 我认为大概率是这样 那么这篇文章 他引用了 就是一些网友的一些话 一些议论 其中还讲到了 有一些在海外的历史人物 有的他不是搞言论的 是搞统战的 就联议会 同乡会 他就讲到23年8月 林建新在纽约突然自杀 林建新也跟杨恒经一样 这是看中国网站报道 是农村出来的 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 为中共做了很多事情 自杀 那就是施压 施压的怎么办 进退无路 就变成两边受气 这边FBI盯上 那边中共想偷气 那你们只有死 此之上可以保留家园 保留财产 因为他这种人 肯定都是在两边走 钱都没少整 还有他讲到另外的一些人 他就讲到卢建旺 陈金平等等 讲了好几个例子 还有波士顿 侨领 60岁的梁立堂 他都讲这些事 因为中共在海外 准战这几年 早都明长太多了 有好多这样的人 愿意做那种 两头跑 两头跑现在就变成 两头都威胁了 因为什么呢 现在中美已经彻底翻脸了 就是往彻底翻脸 就差一毫米了 叫竞争 其实竞争是什么 当老大的 当老大指定一个老大 一山不能容二五 肯定要最后要对治 对治的时候 肯定这边抓 那边也抓 对不对 你甚至有的 你回国以后 他首先给你中共就抓了 因为你知道的事太多 你比如说你是 共享会的会长 经常策划 怎么DFC 自然而然中共就得 把你赶回教会去 以后让你 去判 关在监狱里去 因为他才能放心 他怕你被VVFB抓完以后 倒不能严信拷打 到这里有他的手段 你到那个时候 吐了吐乱讲 那党都没面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事 或许我解读了对 那就是因为 龙先生他是一个 很好的诗诗评论员 我的见闻面很有思想 有水平 我只是 给大家分享分享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条消息 关于这一两天发生的 也就是布林肯和王毅见面 我看美国资金报道 一看中共官方 官方没有什么东西 就美国资金和法国 不过都要少少透露一点消息 就什么呢 就是王毅对布林肯讲呢 就去风险不要搞成去中国话 去中国啊 他这篇文章讲说是王毅和这个布林肯 在出席这个努力黑安全会议 接这个机会 又一次进交谈 这次他用的词也一样 没什么新意 是有什么坎诚富有建设性 坎诚就是咱该骂就骂 就是说也不客气 分歧不客气 建设性就是咱别打下来 这些密谈完的事 我回去问问我 咱再商量商量 那布林肯他大哥就拜登了 那王毅他大哥就是习近平 是吧 而且下一场谈 刘建超就不是他了 他就交班了 我认为啊 这是今天很重要的消息 他就讲布王会 是去年旧金山拜习会 确定双边关系框架的一部分 两人曾在去年12月互通电话 王毅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此前多次见面 最后一次是在泰国曼谷 这就等于这一次见面 是在以前铺垫的基础上 那每一次都是坦诚 那么可能 每一次新谈都往前推进了一点点 他就讲这个事 这里其实我看了半天 就是一个是关于 关于俄国战争的事 就是美国好像想劝习习近平 让他退出来 就不要支持 现在看来不可能 这时候不就完了吗 习近平不可能走这一步 也不好走了 第二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还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政策 就什么一个中国 但是我理解拜登的一个中国 是讲你中华民国引领的一个中国 他讲习近平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引领的 为什么这样讲 这两个政治实体互不利死的确是 你怎么利死 他以北来就有军队 他没有军队就不利死了 和香港不一样 对不对 那么呢 而且台湾是什么 自由民主 大陆是什么 初恩之很独裁呀 说他怎么能对接 不可能对接嘛 对不对 你司法这一条就不能对接 刚刚讲那个卓长人这个事 你就想要卓长人这种案件的话 在中华国发现你杀人了 有证据以后早就强壁了 看他折腾湿了那样 他老婆到处跑啊 就是深远是不是啊 当然他也讲到有些冤情啊 你比如说他进去以后 这个毁断了这个 的确是不是行刑逼供造成的啊 但是那个公安部门啊 这个行政部门不承认 你也没有证据 当然这个今天不是讲他的 那个讲的很长时间 就作伤了呢 讲真有讲头 不知道有人愿意看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这一次他和布林肯 和这个王一俩的见面呢 到目前看法国这个表述 就是好像他们 这个共同开始研究什么呢 美国对俄罗斯开发 反卫星武器的担忧 这里提到中国 2007年11月17号 应该是胡温那个时代就有了 中国向太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 击毁了自己一个已经 报废的气象卫星 这个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弹 就等于说 美国卫生现在有点怕呢 不如中共的科技到到什么程度 因为这么多年 它发展再加上 它的媒体不开放 不开放 不像美国台湾整天嘚嘚嘚的 讲字吧 录在表面 他都不知道他搞什么名堂 所以他担心 这里 这篇文章 其实我刚才看了半天 没有什么信仪 从他表述讲 说美方如真想台湾的 以及是王毅讲的 就不要恪守一个中国和三个公报 别个公报 一个是中国原则刚才讲 就是这个原则 因为美国肯定想了 等一等你中共垮了以后 原则革命垮了 或者打仗打赢了 那么就以中华民国引领就完了 你国防部都有一书编辑完事了 对不对 他这样想 那么中国是想什么 我统治台湾 一国两制这种方式 呼吁回来以后 你在这个地方都要学习习和心 对不对 司法也不独立了 宪政也不明确 言论自由也没有了 蔡英文 赖行德这些人 大概就要像黎智英的坐牢了 是吧 那你台湾能干吗 所以他这篇文章 其实我看和这个中共官媒的大同小异 就没有什么新东西 也就是说他们这些有分歧的东西 不可能呈现在左面上 如果那样就不可能有下次见面 对不对 他为什么说建设性 就等于说 咱们保密啊 骗骗这个新闻界 中外的新闻界都骗 告诉他们这个 咱是建设性就完了 这些没谈完的敏感问题 等到下次就留这么个响头 实际上 我个人认为还是走向 对抗很难啊 但最后早晚会有一个 一场血战 真的中美啊 因为什么 你就想 估计习近平面临的什么 习近平发生了 就军队发生一场政变 把习近干掉 否则的话 你想想 美国能放弃民主自由这个政治制度啊 违顺中共也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篇文章啊 就这一次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 俄罗斯的反对派人士 纳瓦尔尼这个事 引起轩然 你看这个有一篇文章啊 今天的文章很多 我看的大量的啊 有的写的很好 我像那个发广 有一篇文章讲到 习近海活着啊 纳瓦尔尼却死了 这个事 这个事可是惊天动地啊 你看 从表面来看 普京学习习近平了 那习近平就是 在看危难的时刻 直接给李克强灭了 对吧 这也是政敌啊 普京也是 直接给那边 你就灭了 挑战他不就他吗 因为他在国际社会 影响太大 又年轻48岁 你普京又县力 无物战争了 还是活多久 他担心了 说干脆 这个 做罐破碎吧 外界浅罪不浅的 直接给暗杀了 这肯定是暗杀了 因为 因为在这之前 你想还有 还有 他这个监狱比中共监狱开放多了 外界 动不动就知道他的信息 是吧 你看今天 这个自由时报发表一篇文章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尼 16号 金川在狱中 47岁 外界消息指出 普京的头号政敌 纳瓦尼在15号 还以视讯方式 抠听音讯 你看那个中国 这个 曲子永 丁家喜 是不是 哪一个还能有这个待遇 是你 你 你 视讯还能让人看到 连报道都不报道 报道也是直言片语 而且只是海外媒体报道 情华社人民日报 只字都不提 因此都不提 他怕别人嫉妒 因为那个时候 为精神的时代 中共多少对自己 还有点自信 可能人民日报灯 是黑白的 要怎么 当时我在 辽民大学读出 咱们办的一个杂志 是中文系办的 就是叫这个 贝雷 你们去看看贝雷 有篇文章 敢批评这个吴院长 当时他那审判长 姓吴是女的北京 这个题目叫 质询 吴院长 有篇文章 后来发表完了以后 党委看到以后 让他们开天窗 就给剪掉 这个杂志一大本 这一篇剪掉了 剪掉冷然保留下来 大时就热议 那时候贝精神 就这些学生 跑大学上了以后 这些学生 竟然在学校里 有感觉热议 贝精神 还敢批评 贝雷 你想 连那个中文系主任 严宇达戴个八角帽 我到中文系去听课 我那在历史系 当我喜欢中文就去 他把那八角帽 往座里放 意思 我这个就是 无啥帽 我不要了 未学生讲话 那些我都记忆游戏 那时候热血沸腾 当时办的杂志 那时 不就是 炎黄春秋 现在这个总编 连级吗 连级就是 就是辽宁大学 中文系的 这个 七七节的 我怎么知道 我老去找 石卫国 石卫国是咱大连老乡说 上山下乡 文学爱好者 群体当中的中间力量 我高满堂 刘元菊 江凤青 这个 张宠谦 这个 梁丽 还有一些人 就是这个圈子里的 一伙嘛 这些人后 我都成才了 就高满堂 成电视剧 专家 刘元菊 写的 朗朗 那个 那个钢琴 他写的 我坐牢了 那个 这个 梁丽 是写诗的 还有那个 一些人写评论的 评论就张将 张家是写评论 李长春办公室主任 还有那个 就是 辽宁日报的 这个 司法部的 主任 他过世了 以前我曾经 我曾经都 都讲到 就那时候那事 就那个时候 学校里边 他们考大学 没考上 就是刘元菊 没考上 刚晚上 考到四川学校 我考上 辽宁大学了 那时候 我就经常去看 史卫国 史卫国也考上 辽宁大学 中文系 我就老 到他的房间去 一去那时候 就 我这个圈子里 就六七个字 就办 这个贝蕾 一个核心成员 就有连吉 连吉 大洛塞 胡子 我才没见过他 自从毕业以后 他后来不就上内蒙古当副主席了吗 然后又调到那个文化部 也就是办 《沿黄春秋》那个杂志上 我看见里面主编 他 不责是他 你看他晚年当官 以后都变了 开始打压言论 他当年 你看那个杂志 他是编辑之一 那时候 姚一峰 史卫国 连吉 还有教授名 我都忘了 不行 我跟你讲 我讲的全是真实 没有一件是假的 辽大最有影响的民间开户 就学生开户 就是贝雷 然后还有个同学 说我把那个春秋是游印的 影响比较小 就这么几个当时 我要跟你们讲的什么呢 就是当年共产党有点自信 还能报到 就魏京生 后来就不报了 他怕报了以后 不是 以至于六四级流氓出现 流氓出来的学生 中共采取遗忘 让老百姓强制遗忘 千万生怕别人想起来 你看勿尔开启 投案 投案他也不报了 投案他不接受 你不信 你现在王达要回去 他保而不要 为什么 知名度太高了 他怕 反正别叫中国人 欺负他 叫他 不知道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想法 这表明 习近平已经极度地不自信了 所以 像这个有些敏感的信息 他们报道 我是讲什么 就威乐斯在这点上 比 武京比他还自信一点 最起码你看 他还能 15号以资讯放置出庭 资讯放上去 可以看 电视上看 你看谁看过 徐自勇 这个出庭了 是吧 谁看过这个 龙志胜出庭 这个 都没有 他肯定有录像 存在答案 在国家安全部放的 我估计工党垮台之前 他可能就销毁了 他怕留下证据 加来人民政府 审判他们不倒霉了 所以习近平现在 管控 理论是非常强的 这篇文章就讲什么 讲到这普京 头号的政敌 就在他死前一天 还什么呢 还开玩笑 就说明他 纳巴尔尼身体很好 怎么会突然间 出死呢 这不正常 他这里就介绍 纳巴尔尼是 1976年出生 他是垂直性的人物 确实是这样 影响非常大 普京对他 已经以前下过黑手了 一次想给他杀掉毒气 他没死 死成刚 侥幸活过来 然后他又回国 他到德国不撩亚 又回国挑战普京 普京这下就把他关到 西伯利亚监狱里去了 想他要死在监狱里 那么为什么现在下手 那就是后京看到 欧战争现在是不可预测心 说如果拜登还继续干下去 然后美国两党通过着法案赞助 欧洲在给力的话 那他还是打不过这个乌克兰 是吧 因为乌克兰的后劲组 是吧 普京一想 这个我得学习一下习近平 你看人家对李克强下手 我得早一点 要不就没有机会了 是吧 就开干了 李克强这样想 我又不给这个 习近平也这样想 我不把李克强灭了 你们早晚有一天 就是你余政生不搞这个事 还有其他人 就挑这个事来推翻我 他都不太在乎余政生了 因为什么你这个年龄 你就躺在病床上 不用别的 我不用给你拔管 这么就不给你什么 眼角磨了 肾和肝 气死你这条就写了 对不对 你看这条很厉害 哪个元老不想活 他们为什么活命这么长 不是他们医生既得 是因为他们有特权 对不对 你像胡新宇的小孩 幼了多少 你为什么查不到 你看胡新宇那个学校的校长 那多牛啊 直接骂记者 像骂孙的事 你想一个小学校长 谁给他们打后台 那就才知道这个 这个事给谁送礼 出送礼 那利益集团能给你查这个事 对不对 咱们现在回想回想 看守所那事 咱们就也明白了 是吧 尤其是比对 就台湾的看守所 今天我看很震撼 你看有一个 就囚徒不是吗 墙壁之前他自己陷害性 到了他犯了很多罪啊 他想死了以后 那个就是那个 干了肾严脚摸 捐献器官 所以墙壁的时候 就不打他的这个心脏了 以前他都打心脏 他是什么 打这个后脑勺 结果打片 打片了以后人没死 他不知道 就拉到医院去了 手术都摆上去了 等他捐献 想接他的肝和肾的人 都在那等着 你想想 结果一看 他心脏还跳 那台湾的法律研 他心脏就不能 就不能去摘 那摘不是活摘了 又拉回刑场 就这一车 等好几个小时过去了 等再墙壁了 不退墙 拉回来以后 肝和肾都不能用了 你看看那个 那就等于说 等医治那个人 就等下一批 又拉走 你比如说你肾 再过几天要死了 这个肾炎 是不是 肾会死 再等着 那你没有办法 只好往后排了 说不定也就没有命了 是吧 你看那个 这炎了 我一看 我的天 没死 又拉回去了 到刑场 就来了 折了好几个小时 再墙壁一会儿 确定死了 脑死亡了 再拉回 要那个肝 如果你要把那个心脏的话 你就肝不能用了 就完了 就一次年纪完 那个 那个非常 这个 这个精密 我就回想 王王大革命 我看就枪毙 这个 这个 李青山 李青山是什么事 大连铁路局 班道查理工的 他就在那个 班道查小房里 找几个小儿 下学的时候 给他们讲 清晨之日 就就要反革命的流氓 就枪毙李青山了 72岁 我一想特神 完了 我傻傻的 我妈不要去看呢 我后期去看 就在那个 2010医院后的墙壁 她的墙壁就是打脑壁 打完以后 马上抬走了 抬到那个救护车 就拉到医院去了 她当时不懂啊 说拉走了 说回家讲说 帮我妈呢 是他们做标本 因为我家就 领点心了 我想看 每当看到标本 我就想啊 他们是为了摘那个心脏 脑袋做标本 小时候后 小男后期也不怕 就去看那个情景嘛 现在想什么 那不就是活摘吗 因为什么 你打完那个脑袋 你心脏不还挑 对不对 那不就和这个 捐献这个一样 那捐献这个人 就是他精心选择了 就他要打心 打脑袋 不能打心脏 脑袋打完以后 你心脏不还活吗 以前那些 台湾那些死刑官 是先注射麻药 他的疼啊 他讲人道主义啊 死之前别让他挣扎 完了在那心脏上 检察官画个大圈 把那个枪就对着 那个心脏 一枪毙命 是不是啊 你看他讲了很多案例 有个人 好几枪心脏也没死 怎么回事 他是他心脏长偏的那个人 这有意思 说他很遭罪 很受罪啊 那就讲了死刑犯 一个个介绍 那是韩书署所长了 在台湾的 我一看 哎呀超震撼 有时间我给你讲一讲 比例比例 中国的看守所 和他的看守所 因为我本人经历过 我左边躺 就是做的 好几个死刑犯了 是吧 所以我看到 台湾这个国家 就这个 我是把它撑为 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人民的部分 一般我不叫他一个国家 这是讲一个地区吧 可大陆确实截然 他司法体制 那当然这个车远 我讲的时候 就是纳巴尔尼这个事 就是普京为什么 下这么大的事 那就是因为他最后 已经知道自己 很危险的处境 他想把这个 这个政绩给他 彻底关掉 因为他脑袋 就是很愚蠢一味 我给他消灭了 就像西平西想 我给李克强 说明 消灭了以后 我就会阔步去前行 其实并不是这样 只要你 人生这个作恶 永然存在 每天都在犯臭 肯定很多人 会用充分的理由挑战 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 一个接着一个 还有一篇文章讲什么 就讲中共把外宣 就是中共 现在重视宣传 他设了很多 这个网络评论员 你看这篇文章讲 是美国之音讲的 说在中共国 现在 中情局是幕后黑手 普京是受害者 就本来是纳巴尔尼 是被普京给干掉的 是吧 你想谁能暗杀他 他在监狱里边 那只有知法者 对不对 他是归监狱局管 跟中国一样的 那就是角色人管 但是呢 他竟然 现在能够在媒体上 误导 你看这篇文章讲 在俄罗斯 宣布被囚禁的 反对派领袖 就纳巴尔尼 死亡之后呢 美国等西方多国 强烈谴责了莫斯科 你看今天很多都在谴责 拜登也发表观点 说单在中国的 社交媒体上 一面倒的 事实评论和网民 却为俄罗斯打暴物评 竟然说什么呢 毫无根据的指责是 美国是什么 纳巴尔尼死亡 能不能够回首 这就是你们就不知道 这叫网络评论员 就中共早就设了 你想我是98年第一次到加拿大来 就参加一个会议 现在回想的肯定是中共打的一篇稿 咱也不知道 它是一个留学生名义搞的 一个人拿两万块钱 就可以来参加这会议 等我又先给你 想起讲的那会的过程 就是那个会上我就碰到一个人 他是台湾人 我说你干嘛他 他说我是专制网络评论员 那时候你想想98年他就网络评论员 我说那你靠什么生活 他不知识啊 那现在想的不就是 中共大外宣派出去 你到处发表东西 但是每个月有薪水 这薪水水发 国家全部发了 对不对 咱终于明白了 你看现在这个就大型更多了 我估计 为什么现在铺天盖地 这么多这个严格不倒 那就是统一放出来 对吧 他就讲到这个 纳巴尔尼2月16号过时的 47岁 然后这个消息一发布 立刻就中共的网络上 充塞了很多这样的观点 首先是这个胡锡进 出来带风向 胡锡进讲得很好 讲到这个 这个俄反对派纳巴尔尼才 遇中突然死亡 这个事件 肯定会让俄罗斯在西方 主导的国际运动 更加被动 你看 胡锡进还是很策略 这可能是中共给他下的病吧 然后他就引用了一些 其他人的观点 就是 暗示纳巴尔尼的死 其实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造成的 是他们嫁祸给 这个普京 你看他马上给你们转过来 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纳巴尔尼死亡 只会给俄罗斯造成混乱 因此普京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不会做出这种事 说他的成熟作为政治家 怎么又干这种事呢 对于西方国家而言 他们肯定不愿意当下的俄罗斯总统当选 那么分散俄罗斯选民的注意力 是个好的办法 你看就是一种官选 但是中国老百姓只能看着这个东西 他就相信 所以为什么习近平有可能 台湾或者打非力民 走机关就非常有关系 因为他们的舆论已经 把他自己拖到云层了 他下不来了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不打了到一定程度 你们只有打了 要一打世界局势 一下就打点 好了 等到明天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 再见